英国每日邮报报道,英国空军一名女性军人推特听的账户遭黑客入侵,被利用以来获取美国出售给英国F-35B闪电二战斗机的机密信息。 套路与普通骗子使用的商业欺诈一样,黑客在获取女兵推特账户之后,与一名男兵同时聊天,在简单寒暄之后,就开始聊起了英国刚刚从美国获得的F-35B战斗机机密信息。 英国媒体猜测,此次泄密事件很可能,有可能有俄罗斯影子介入,同时也让英国颜念大师杨斌国评论,虽然套路很简单,盗取女兵推特账户,然后假装女兵本人对男兵实施作用,最终获得了F-35B战斗机的机密信息。 这整个过程与众多盗取聊天软件账户,然后实施商业欺诈的方法完全一样,只不过这次黑客的目的是军事机密,所以性质就大不一样,而且很成功就获取了男同事所知道的军事机密。 英国计划购买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生产了138架F-35战斗机,已经确定并签署合同48架,其中大部分要部署到两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手舰上,早些时间已经交付给英国的4架F-35B,就是黑客要谋取获取情报的目标。 本周五英国将再次获得5架F-35B战斗机,虽然英国军方声称损失不大,但此事造成的后果影响却很严重,媒体怀疑从作案整个过程来看,对方有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获得军事机密,而且成功了,到底从推特聊天中被泄露了何种方面的军事信息? 英国军方没有给出说法,F-35B是美国三军联合攻击战斗机,计划中技术最为复杂的机种,因为能够短距垂直起降而著名,目前除了英国要应和转售技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的AV-8B以外,世界没有同类战斗机服役,前苏联也发展过两款类似战斗机,最终都半路夭折, 但后来的雅克141技术在俄罗斯最困难时期出售给了洛克希德马丁,美国军工在AV-8B技术和雅克141基础之上,融合自己设计发展处F-35B,从作战参数上看,不管是鞋弹量还是作战半径,F-35B在纸面数字都没有A合从好看, 但不可否认的是,在三个类别的战斗机序列中B才是最成功的,原因很简单,F-35B同样拥有第五代战斗机所有作战能力,但可以部署到没有弹射器和拦阻,锁的两栖攻击舰和航母甲板上,使用更方便,对母舰要求很低, 这种能力在未来作战,终会得到很明显的验证,在十年前的文章中,本人在对F-35B的描述中就指出,一旦美国海军陆战队,十艘四万多吨级别的两栖攻击舰全部部署F-35B,那么美国航母作战能力就会翻倍, 因为F-35B的诞生,美国两栖攻击舰变成中型航母,一样可以完成航母在海上作战任务,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,两栖攻击舰的建造与大型航空母舰成本相比较来说,简直不值得一提,不需要庞大的动力,普通驱逐舰的汽轮机就可以做到,因为它不需要迎风三十节的航行速度,来满足弹射战机所需要的速度要求, 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很容易,就会从甲板上起飞或者降落,值得指出的是,美国盟友们日本、韩国、土耳其拥有或者,正在建造通知甲板军舰的国家,都看到F-35B的应用前景,纷纷都在谋求拥有,从AV-8B的小载弹两,几百公里的作战半斤,而且低亚音速飞行速度相比,F-35B无疑是插上翅膀的雄鹰, 最为重要的美国军工成功把垂直起降战斗机,做到了超音速飞行的可能,这种模式前景非常有意义,一旦在突破,能够在再大量和作战半径上有致的飞跃,就可以淘汰航母弹射器和拦阻索,甚至能够在重型双发战斗机上做尝试, 如果那样一天到来,不但改变航母作战模式,而且大大降低航母建造费用,和子猎潜艇原创作品,没有授权,不得转发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。